早上好我是威敏 欢迎收看7月22号的百格城报 今天各大中文报章的头版 以及马来报的每日新闻的封面 都把焦点锁定在美国司法部提出民事诉讼 要求充公endb超过10亿美元 大约40亿令吉的资产 并且指控endb涉及洗黑钱的新闻 唯独马来报章前锋报和英文新报 在他们的封面完全看不到endb新闻的踪影 无论如何 针对此事首相纳吉昨天在出席活动时 还是脸带着笑容 心情似乎没有受到endb事件的影响 他在活动上回应 他重视美国司法部所发表的声明 而大马政府将全力配合调查工作 不过美国司法部提出的是民事诉讼 并不是刑事行动 而且这只局限于报告中被提及名字的人士 所以纳吉认为 在完成有关程序之前 不应该做出任何定论 至于报告中所提到涉及舞弊的大马一号官员身份 前首相敦马哈迪表示 在他研究过有关控状之后 当中第39段和第102段显示 这名官员的官位极大 而控状内也有很多其他的证明 所以敦马相信这足以让民众判断 这一位一号官员是谁了 不过针对这 总检察长阿班迪回应 他十分关注 有人在美国司法部的行动中 影射和指控首相犯下刑事罪一事 并且澄清 有关诉讼并没有将首相列为答辩人 或者是指控首相犯下任何刑事罪 阿班迪也说 这是美国民事法庭审理的案件 而大马方面 警方目前还在进行有关 ENDV的调查工作 不过由于调查还在进行中 因此不适合泄露任何的详情 接着来跟进 星期一 五名大马船员在沙巴拿督被掳绑的案件 副内长诺加兹兰昨天在山打根出席活动时透露 警方已经和绑匪进行谈判 同时也触请人质家属不要对外透露任何的内容 他说 大马警方知道绑匪的来历 并且已经和对方接触 展开释放五名人质的谈判 至于有传绑匪勒索2000万赎金的说法 五名人质家属对此作出否认 透露至今没有接获绑匪来电要求赎金 虽然沙巴州近期频频传出五人事件 不过沙巴旅游部长马西蒂却以今年首四个月的仿杀游客人数不减反增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4%为理据 认为沙巴旅游业并没有受到负面冲击 他也因此认为 一些国家因为沙巴东部海域发生鲁人事件 而发出旅游警告的做法并不公平 因为沙巴其他地区并没有面对安全威胁 那今天晨报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